大家好 欢迎来到梅瑞屋 今天跟大家分享铁板肥牛饭的做法 每次在餐厅里面吃铁板肥牛饭的时候 当酱汁浇到铁板上发出个滋滋的声响 实在是太美妙了 其实肥牛饭的做法很简单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准备一半蒜和一根葱 蒜拍碎切好 葱也切好 准备好 再来准备一份酱汁 一大勺清酒或者是料酒 一大勺米粒 再来两大勺生抽 一小勺糖 再磨一些黑胡椒粉 这个酱汁是肥牛饭的灵魂 搅拌一下 主要是把糖让它融化掉 酱汁就做好了 再准备半碗玉米粒 用开水造熟 一小块黄油 一份肥牛 一份肥牛 煮一锅米饭 沉到一个碗里面 稍微的压一下 给饭定个型 铁锅里面倒入一丁点的油 不用烧得很热 倒入刚才准备好的蒜末 稍微炒香一下 把蒜末铺在中间 刚才的那份米饭 倒在上面 这样子米饭不容易粘锅 把肥牛 放到米饭的周围 所以牛卷切得很薄 所以它很容易水 把它翻一张上面 再翻一面 再翻一下 你倒上刚刚 准备好的玉米粒 黄油放到中间 再看一下 肥牛 如果它颜色还没有变的话 它稍微咸一下 最后淋上酱汁 酱汁不要一次全部下水 等会我们可以尝一下咸蛋 好整一下 翻动一下 再拧上一些黑胡椒粉 放上一些小葱 放上一些小葱 因为我做的是虾芹装 所以我就在铁锅里面给它们翻拌均匀 放上一些小葱 放上一些小葱 装饰一下 等一会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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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